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去找你 苏管说你还没回来 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你了 那你等了多久 不久 就两个小时 说吧 这次为什么放我鸽子 我今天那个 行行行 不用说了 不说我也能猜差不多了 别的先不说 但是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关机 你知不知道我找不到你 我很着急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手机坏了我开不了机 手机坏了 行行行 你都有理由 但是这回我是真的气的 我气得球再都输了 你说吧 拿什么补偿 我买了两张明天电影票 我明天也没课 下班也早 我们就去看电影吧 这样也差不多 我上去了 你笑一个吗 疼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没事 才开始十分钟 还来得及 走吧 今天这电影真不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你陪我看了 对不起啊 还是让你错过我的开头 其实我觉得啊 电影看不看完 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一起看 这才像个女朋友的样子吧 我就特别好奇 你心目中的女朋友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也说不上来 总之 应该是能多听我的话 不过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 你要是 再多给一些些时间陪我的话 那就更好 上去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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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的 我手机修一修 还能用啊 我不能要 你就收着吧 万一 万一我又找不着你了 担心的还不是我 可是这太贵重了 我真的不能收 就算我借你用的啊 我走了 拜拜 对了 记得给我发信息啊 还有 如果你没时间 那换我去找你了 走了 拜拜 跑得倒挺快 你 我 我 我 你 那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有 我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老位置 这地儿不错呀 来 快点准备 对了 刚才问的什么问题啊 没说完呢 她问我 好 稍等 一根鱼竿或者一筐鱼 选哪个盈利更高 这不搞笑的吗 我跟她谈生意呢 跟我扯什么打鱼啊 你说是不是 什么鬼问题啊这是 是的 是的 你笑什么呀 你知道答案啊 其实这个问题的重点 不是在于你选择什么样的答案 而是在于你的选择背后 对应的盈利模式 你选哪一单啊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一筐鱼 因为可以把这筐鱼卖了 然后拿卖鱼得到的钱来买鱼竿 再把鱼竿出租出去 拿租金 这是最快的便携方式 但是如果要做长线发展的话 我会挑选出好的鱼竿 作为食物资本 再把它投资给专业的钓鱼人士 并且参股按周期持续分红 你懂资本运营啊 我学金融的 平时业余时间都在这儿打工 没见过你啊 新来的吗 叫什么名 我叫奥利维亚 谢谢你解答我朋友的问题 二位今天要喝什么呢 白粥吧 怎么样 你醒客啊 你说了算 为了这么点小费 至于这么强客人吗 人家奥利维亚 是凭脑子拿小费 不愧是高财生啊 高财生又怎么样 还不是得在这儿打工 工作了 二位慢用 先别急着走 我们俩呢 想请你喝一杯 不好意思 我上班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 这么不给面子 再说 在酒吧工作 不喝酒 来吧 酒一杯 稍等 谢谢二位请我喝酒 那我就喝了 大礼 我一人不要喝酒 你很感激 去吧 他没喝酒 你不得咬呀 我喝酒 不是 有什么 你也是不不干净 你不得咬 你 earned什么 喝完了 二位还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可以啊这个 不如我来陪二位喝两杯吧 坐 爱你留了地方 走吧 看着电影怎么样 拍 班总 再来啊 好的 就放这儿吧 剩下的我来 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回去吧 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谢谢 拜拜 没事吧 怎么喝成这样 擦一擦 吐出来就舒服了 谢谢 我要回去了啊 谢谢 你喝成这样怎么回去 以后我送你回去啊 听话 没事啊 听话 您好 您好先生 你们这儿什么情况 怎么了 这怎么了 这怎么了 先生 您是不是抽烟了 我压根儿就不抽烟 赶紧处理一下 给先生拿毛巾 好好好 先生先生 毛巾毛巾 您快擦一擦 你们快去忙吧 快去忙吧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探测器可能有点问题 对 我们这探测器老了 您还需要点热水什么的吗 开笑话呢 你们 不用 没事吧 先生 不是 你们看什么呢 在这儿 先生 不好意思 这毛巾不是免费的 需要收小费 这 这 是 是要收费的 不好意思啊 收好啊 收好啊 你还有别的需要吗 你拿眼就是看这个呀 喂 吸烟有害健康 一会儿还你 我先走了 拜拜 赶紧擦擦吧 谢谢 行行 总共是二百七十六块二 您需要袋子吗 哪一个 袋子两毛 收袋还要收费啊 这是统一收费的 什么统一收费啊 我以前买了那么多东西 把袋子都免费给了 给买就好了嘛 不好意思 我们店一直袋子是收费的 开什么玩笑 塑料袋还要收钱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我看不是你这个小丫头 骗人就是你们家太黑了 是乐意收费 把你们店长叫出来 我好好问问清楚 到底是什么呀 你乱指什么呀 有没有素质 你是谁 你 你那我干什么 我是她男朋友 怎么着 男朋友 你 你们店的店员就是这样 对店给我看的是吧 好 我告诉你 我今天今天 你不要偷我 我今天我一屋里如 还要给消费者社会打电话 我要投诉 我要投诉 我要投诉你们 那你们店开不下去 先生 不好意思 你们就这样行为人的 你先消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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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小辰 你不想干吗 你们喊什么喊 又不是她要说 就你回喊啊 我也会喊 我跟你说 投诉是吧 怎么回答我 我是顾客 顾客是上帝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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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要以为你 找得高高大 你找什么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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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店长 店长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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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你的错 你跟他们道歉谁啊 你看看你招到谁那儿的员工 他要打啊 我知道是 你消消气 你不好意思啊 什么素质 你怎么招的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严小辰 你被开除了你 不是 店长 你听我解释 你刚才是 不干就不干了 你跟那个什么货点 什么货点 你看看什么 怎么帅子 被他整个这样子 你看看你的员工 你到底干什么 你刚才干什么 你刚才怎么回事 怎么清楚我的是不是 你跟塑料袋 帮我用钱 帮我用钱 你知道吗 怎么样 我刚才是不是还挺帅 本来没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全被你搞砸了 刚才那叫没事 他那时候是差点 就伸你脸上了 那你也不能吼人家呀 你那么冲动干吗 我不是想保护你吗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一闹 我不仅连工作都没了 我该拿的工资 我都拿不到了 你跟我吵架 就是为了那点工资啊 还多少钱我给你 怎么了 你是在羞辱我吗 你是在羞辱我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拿着我的钱 总比在这儿打工 是有这种气强吧 你打工怎么了 我打工我赚的是 我的辛苦钱 我花得踏实你呢 我 我明明就是关心你 想保护你不受欺负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夏小辰 你有点过犯 我这种男朋友 还比不上你打工重要吗 也不愿意 我自己是在羞辱我 这种男朋友 有这个女朋友 很要同你 你能够挑战 好久不久 你开心 我小林 你会让我去 就是 会 你看谁呢 刘兴辉啊 可以啊你 赵雨桓 你干嘛呢 认真听歌啊 人们都说你们只有七秒的记忆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们不记仇 跟我一样 更何过啊 我是个大老爷们啊 我能屈能伸 你们说 要不要我给她发个信息 把我想说的跟她说清楚 不行啊 那 那要么我直接去找她吧 她说什么我都听着 就这样定了啊 我先走了 叶小辰 我有话跟你说 我还得去打工呢 你先别走 就几分钟时间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好 我其实也是想 多给你待一些时间 你说你白天在打工 晚上我给你发信息 你也经常不回啊 我想清楚了 这事主要怪我 怪我怪我 是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以后啊 你就别打工了 我养你 你还是不明白 我明白 咱们现在不是在上大学吗 等我以后找到工作了 我自己赚钱养你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得那么近啊 其实咱俩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只是我们俩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什么意思 咱们俩都是同龄人 有什么价值观不一样 跟你说不清楚 一样神 你现在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是吧 行 那 那咱们俩分手吧 好 分手就分手 你还有事吗 没事放开 明小辰 明小辰 再见 再见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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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听到一个大八卦 我听赵雨桓他们说 严小辰和沈侯分手了 他有当初好的时候我都知道尝不了 这俩人根本就配不上了 要我说呀 是沈侯终于认清了严小辰的真面目 决定迷途织法了吧 一定凭他的条件 别说了 真要跟谁好 那也是跟谁这样的 别说了 你的快递 你快去 真是失恋也影响不了你赚钱的热情啊 有时间在这儿说别人的闲话 你还不如好好把你那论文改一改 改了三遍都没过 要不这样 给我五百块钱 我帮你写 包裹 谁告诉你我三次都没过啊 早上你没来的那些专业课上 吴教授已经把咱俩论文放在一起 当正反面教材了 什么 小辰啊 小辰啊 你还好吧 我听说你跟沈侯 我没事 反正都已经过去了 本来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个是我爸从美国带回来的 送给你 打开看看 这是什么呀 这很贵吧 喜欢吗 你送我啊 嗯 谢谢啊 不客气 走啊 走啊 猴子 你不还想去找他吧 我跟你说 好马不是回头草帽 既然已经分手了 你就别再连连不少了 什么连连不少 我看对面球队 这就对了 我也不知道你之前 为什么看上那前串子 就是 不要靠你们的事了 走了 走 走 你是不是有病 在这儿吹俩耳时风 你还买花 你就为了看他一眼什么 你自己找虐啊 你给我干嘛 想追我是吗 你差不多得了行吗 他也不是什么天仙下凡 你听不听说大家都说 他在酒吧里陪你 当服务员去吗 当服务员去 你说句话好不好 你还嫌没被他玩够啊 干嘛去 散心 嗯 别人想打签 就的话 你会找出什么 买人的 非常感觉 你看在香港 一路过温吧 买人的 我这么纯远的 还是什么 往下 你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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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总的是六百八 不用找了 谢谢 那边的客人点了一瓶黑方 还有一个小吃拼盘 但是小费也多给了 不少啊 月爹给你加薪 你跟他说啥了 没说什么 跟其他人都一样 专门抢客人 还专挑出手道 你们说他一个人来的 有没有女朋友 他这么帅 还这么大方 应该不会没女朋友吧 一起来来来来 我们来比一比 看谁能请他吃饭 谁就赢 我觉得我行 你们谁要加入 我打听到他是做金融的 今年刚从国外回来 一直忙着工作 没有时间谈感情的事 真遗憾啊 可惜了 谁都应不了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 洗漱间在哪儿啊 那边 谢谢 要我说呀 这种事业成功的人士 都是工作狂 整天就职到加班 闷都闷死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 行 咱们取消吧 等会儿 我现在加入还来得及吗 是这儿啊 今天难得凑这么齐 给咱们倩倩女生过生日 咱们今天晚上要玩的敬献啊 好 你少玩啊 女生 待会儿不准关女生酒啊 我关女生酒 女生 你说我是这种人吗 你太是了你 青春 蓝月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 倩倩 你为什么选择在这儿过生日会啊 这酒吧是不是就是盐小晨陪酒那个 在这儿工作并不代表陪酒好吗 大家不要再以恶传恶了 而且我跟小晨商量了 咱们在哪儿庆祝都是庆祝 在这儿呢 还能让她拿点提成 顺便打消那些流言蜚语 她回来了 可以我用麦克吗 是 当然 谢谢 今儿倩倩请客 是不是可以开评好久啊 可以啊 嗨 我耽误大家一下时间 九号桌的先生您好 九号桌的先生 就是您就是您 您好 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吃个饭 我真的非常非常诚心地 想请您跟我一起吃个饭 地点我已经订好了 时间由您来决定 这个餐厅啊 它建筑非常的雄味 而且旧餐环境也非常的温馨 南北菜肴应有尽有 中餐西餐 样样俱全 而且还有各种烧烤 各种汤品由您选择 只要您想吃的 那儿都有 这都什么词啊 这要能赢 我把桌子吃 这工程可以啊 真主流啊 胆子可真大 真有勇气 我是真的真的非常诚心 想请您吃这个饭 所以请您答应我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拜托了 拜托了 好 我答应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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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桌子可是圆木的 估计得香化不良吧 好 清清 好 那个 蜘蛛 那帮我把我同学他们 带到里边包奸好吧 谢谢 谢谢谢谢 我一会儿不来啊 我说可以啊 想到这么一个办法 让她没办法拒绝你 厉害 真是没想到啊 这演小陈才刚跟沈后分手 这就有新目标了 真演见为实 我终于知道她是怎么把沈后 追到手的了 猴子这次是白费心思了 人家严小陈早就放下了 清清 喝什么 小陈 你看着帮我点吧 我不太懂 那这样吧 我跟你配好 好吗 谢谢 等我一下啊 她怎么还跟没事人一样啊 脸皮厚美 让我看看你们送什么礼物了吧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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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 大首相 这个 我准备的 这个 沈后准备的 不是 我的连看都不看一眼是吧 一会儿再看 好看 快戴上 快戴上呀 我来帮你 好看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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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倩倩 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小吃 谢谢 来 猴子电话 改猴子 那猴子你什么时候来啊 你啥时候过来啊 就差你了 倩倩 猴子让我替她跟你说声生日快乐 她来不了吗 那你帮我谢谢她 倩倩说谢谢你 有妈妈 她咋不过来了 不来也好 少了在这儿看着 有些人在这儿勾三大四的 一变腰 赵雨淮我当你是朋友 口无遮拦 再有下次 别怪我不客气 再有下一次 你们拿我怎么着啊 小陈 坐下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我工作时间 就不玩了 你们玩得开心 生日快乐 大家别傻作子了 来来来祝亲姐生日快乐 谢谢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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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颜小姐 你好 你怎么知道我姓颜啊 我刚问了调酒师 颜小陈对吧 对 你有什么事吗 我们好像还没约定 吃饭的时间呢 先生先生 不好意思 我能请您帮我个忙吗 帮什么忙 就是 我刚才和我同事他们打了个赌 这个赌呢就是 你如果能够同意和我一起吃个饭 我就能拿到一笔钱 当然您就是 帮我假装一下就好了 就一句话的时间 我不耽误您的事 可以吗 你肯取钱吗 我就是被架在这儿了 下不来台 但是我拿到钱 我可以跟你分一半 成交 那这是我刚才赢的钱 那分你一半 正好 其实我帮你不是为了钱 我是欣赏你的坦诚和直接 可是我说好了的 我既然承诺了你 我就一定要做到 还是谢谢你今晚帮了我 虽然我知道这点钱 可能都不够你的酒费 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的话 倒不如旅行吃饭的约定 行 我不是说了吗 地点我都订好了 时间有你订 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是后天 也可能是N年以后 明天好吗 行 方便留电话吗 明天方便联系 要好好喝呀 必须的 这是我的号 可是这钱 我的电话 程志远 有事可以联系我 干嘛去 你干嘛去 猴子都不计较 你何必呢 你不知道他俩分手 那天猴子喝了多少酒 现在还放不下他呢 我平时上课接电话不方便 你就直接给我发消息就好了 好 明天见 今晚谢谢你 再见 你看看 你看看 我 走吧 走走走走走 不管了 走走 走 倩倩 生日快乐 谢谢啊 沈侯真是大方啊 虽然人没到 但这礼物可比谁的都贵重啊 这是给足了面子啊 严小辰送你什么了 你为了向大家证明 他不是在酒吧陪酒 专门选了他打工的酒吧过生日 他却一点表示都没有 我跟小陈不需要这些行政上的东西 倩倩 生日快乐 你送我的啊 对 你打开看看 就是有点不太好看啊 就是因为我上次在美食节目上看到 喜欢红色我就做了 对啊 我今天在酒吧街后厨 跟大厨偷偷偷全做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你尝尝 怎么样 好吃 行行行 你喜欢就行 这个是我这次过生日收到最用心的礼物 下次你教我一起做 没问题 只要你想熟就给你做 谢谢 快吃一碗 我自己尝尝吧 快快 沈尝 你知道我刚才在来乐酒吧看见什么了吗 严小辰 我告诉你 不不不不 菜喝多了 喝多了啊 大学请一酒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喂 我不是让你发信息吗 我已经在你们学校门口了 我想现在应该是午休 你应该可以决定好 你怎么知道我在哪个学校 猜的而已 一般打工的学生都会选择一个 离自己学校比较近的地方 那你万一猜错了呢 也许吧 不过我想 我应该没猜错 走吧 吃饭给你